鬼啊 当传统戏剧遇上现代戏 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第八度荣获基隆杰出演艺团队的风动歌剧团 带来的自制大剧 人生一台戏 11月4号将在文化中心演艺庭登场 这一出戏很特别是我们 因为我们向年都是新传歌仔戏剧团的精致传统大戏 今年是首度由我们自编自导来做演出 那结合了除了传统精彩的传统大戏之外 还有结合了现代剧 那讲述的是一个歌仔戏般的故事 去面临的一个困境 那如何来突破困境来重新再出发 是一部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能够感动人心的一出好戏 那这一次的作品呢 除了我们往年的歌仔戏的团圆之外 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些新生代的加入 大概二十多岁 新生代的加入给剧团注入一股力量 当然在戏曲部分也要有所突破 这一出戏有现代戏 就是希望说在传统的戏局里面 我们可以吸引到年会和少年人 可以背变到我们这些传统戏 当时进来看传统戏局 苦练情练外 团员们也培养默契 在演出前戏 前后场不断的模拟 要带给观众最大的感动 这出戏的前后制作 大概经历了两年的重制期 那经过精心的编排 老中青一起来做这个演出 那传统的部分呢 观众可以看到一些原汁原味的 新传歌仔戏剧团 廖重哲老师传承的这个经典大戏 那每一个唱念作答的这个部分 文系舞作都相当的精彩 风动歌剧团这一次细心的安排字幕 热烈邀请老中青三代进剧场 一起来看这一出精彩大戏 一起来认识传统歌仔戏文化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